第二百零一集 他既然躲起来了 他闹也就没有意思了 鹿莹挺直腰背 恢复从容后 朝着刘江的船舱中 哼了哼 突然声音一扯 高声问道 有所谓 新婚夫妇最是恩爱 长如蜜蜜调油 从无丈夫 会在此刻使这一招 夫君此时用此招 实是大伤人心 以后有机会 阿姨一定原封不动地 奉还给夫君 在一席话令的重工碧 目瞪口呆后 他衣袖一甩 趾高气扬地走到了画坊中 望着那沿着洛河 连侧驶去的画坊 刘江的唇角突然一扬 低声说道 这下 他倒是知道为了 语气中 颇有点得意 大船渐渐上了码头 一行人簇拥着刘江上了马车 一回到府中 他便问道 现在情况如何 执三束手而立 卢文所圈出来的人民地点 还有船只车队 十之三四却有问题 虽是十之三四 可他们经手的资料 好如烟海 这样已是大大方便了 他们的工作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刘江 不无佩服地说道 主公 卢文之才 还要超过我们所预料的 他的这种敏锐 我麾下人才数百 就无一人能够比你 刘江微微一笑 这时 郭允大步走来 他脸上带着欢乐的笑容 一见到刘江 便大声赞美道 主公 梁策呀 在执三等人的询问中 他笑眯眯地说道 主公让卢文学这些礼仪规矩 实在是大妙之举 一副大为探服的模样 众臣原本以为 刘江又下什么命令 搞了半天 却是这么一件小事 当下都摇了摇头 不再理会郭允 转眼 半个月过去了 今天晚上 月明星夕 避空如洗 随着秋意渐渐淡去 冬日渐进 天空中都带上了几分寒意 望着浩瀚的天空 刘江复首问道 如何 一护卫走到他身后 禀道 卢文自身画坊 第二日起 便向执三郎君 要求翻看 历年收集上来的英式信息 执三郎君隐了 说到这里 那护卫顿了顿后 从怀中拿出一封博书 奉给刘江 这是卢文郎君 今日所书 要求奉与主公 刘江接过 他低头翻看一下 唇角微翘 淡淡说道 居然知道福软了 行 你去告诉他 把我令他学规矩的本意 写一篇附 用词虚雅 用点虚惊 要有忏悔之念 我满意了 或许他提前一天 离开画坊 那护卫朗声应道 是 去吧 及时汇报他的一言一行 是 第十八天 那护卫进来了 他走到刘江身后 行了一礼后 奉上一幕盒 刘江接过 打开一看 对着厚厚一叠博书 他唇角抽了抽 冷笑道 感情这两天 卢温什么事也没有做 就赶这个来了 护卫低头不大 刘江把博书 一叠叠拿出 粗粗翻看以数后 他痴声笑道 整整十篇幅 三天功夫 写十篇幅 姑从不知道 卢温有如此大财 他也不看那博书 转头朝那护卫问道 卢温说了什么 那护卫束手而立 认真答道 卢温说 请主公细细品读 他所写下的十篇 懊悔附 卢温说 他自信才花横溢 用词精荡 用点准确 发人深省 绝对每一篇幅 能合乎主公要求 所以 他觉得他再学 两天礼仪 就可以出来了 卢温正是此意 刘江再次冷笑 他敢这么自信 懊悔两字 写一篇幅 就够为难人了 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完成十篇 还如此自信 转眼 刘江突然想到 真有悔意的人 哪有这个时候 还这般趾高气扬的 说吧 刘江挥了挥手 叫孙杨两位大儒过来 那护卫刚要走 他顺手把信伯 全部放回木盒 再把木盒递了过去 这些 都交给两位大儒 他们说不错的 就放一边 把赞过的交回给我 是 第十九天 刘江接到两位大儒 点评过的副 数了一数 经过两人点头赞许的 居然有六篇之多 特别是杨公 在听到这副 只用了三天便出炉了 当下感慨连连 然后又不停摇头 最后才说道 如此文才 却用在这种地方 哎 想着卢文名声虽大 却一直不曾显示过文明 他也直到现在才知道 这卢文的才华 不下于读书数十年的如生了 可这卢文 又如此文才 第一次陷于世人面前 竟是写这种儿戏般的懊悔妇 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让人皆叹不已 对着杨公那只差没有骂 抱舔天物的表情 刘江丝毫不在意 把十篇妇 放在墓盒中 递给那护尾 让他转交给卢盈石 似笑非笑地加上一句 你且告诉他 便说 孤赞他了 能忍到半个月后 才向孤求饶 定力不错 可惜 水瓶还是次了点 十篇妇 不过六篇合乎要求 那护尾呆了呆后 低头应试 在刘江挥手时 他才转身离去 第二十天时 那护尾又送来六篇妇 这一次 有四篇妇 经过了大儒的首肯 于是 刘江大发慈悲 挥了挥手 许他离开画坊 这时 正是傍晚时分 随着一条画坊 靠上码头 对面的马车中 几人看到那画坊里 走出来一个形容苍白 精神萎靡的美少年 这美少年 自然就是卢营 上下打量着他 马车旁 郭允凑了过去 低笑道 主公 这处罚大好 以后就都这样 马车中的刘江 自是不会回答 虽然他如往时 一样沉默 郭允是知道 此刻他定然是满意了 便又凑近了 压低声音说道 主公 以后卢文再有犯错 依然让他写 懊悔赋 他就不信 一个懊悔而已 他就真能花样百出的 再写个几十篇的 锦绣文章来 想到卢营 咬着笔头 痛苦不堪的样子 郭允便差点笑出声来 刘江依然没有理他 他只是微笑地 打量着那深一脚 浅一脚 走向罗浮马车的卢营 望着他那像是被人 狠狠揍过的苍白面孔 心下想到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还可以用这一招来治他 话说 卢营回到了卢府 一入门 他便倒头就睡 只睡得天昏地暗 醒来后 他一听到外面传来 婢女仆人的说话声 便断然下令 这三日 让所有女人说话时 都走到我听不到的地方 再说 三日之内 我的耳边不许出现 任何女子的过躁上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凤月无边 作者林嘉诚 演播 太太子 护卫领命离去后 卢营朝机上重重一拍 高声叫道 我要去酒楼 我要饮酒作乐 我要放松 我要耳边都是吹捧声 再也没有半个 这也不许 那也不许的指责声 扯着嗓子这么一嚎后 他马上招来四个护卫 在他们的簇拥下 坐上马车 朝着街道走去 街道上 人来人往 热闹喧嚣 卢营的马车中 闷了一阵后 又要求众人 把他放下 这般提步缓行 走在这繁华的所在 过了一会儿 卢营脚步一顿 他慢慢回头 看向一侧的护卫 狼军觉得 此时的卢文 风采如何 那护卫看着脸色白得不成样 依然萎靡不振的卢营 好一会儿才说道 不如往昔 卢营低下头沉思起来 沉思了一会儿 他抬头说道 去太子府殿 因现在卢营只是一个庶民 所以走的是侧门 不一会儿 他便来到刘江的书房里 两刻钟后 从朝中归来的刘江 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 随着越来越靠近书房 他的脚步越来越轻快 唇脚也在不知不觉中 笑意流荡 他来到了书房门口 跨过门槛 刘江朝里面瞟了一眼 这一瞟之后 他眉头大皱 只见书房中 卢营安静端坐在榻上 垂着眸 手中拿着一本大学 明明听到他的脚步声 却头也不回一下 他又在搞什么名堂 刘江提步 向卢营走近 一眉飘动间 他静止来到他身前 站定后 刘江低下头来 仿佛这时才知道 刘江来了 卢营唇脚 浮起一个嗡婉的笑 他放下书伯 站起后 退后一步 朝着刘江 恭敬地一依 陈卢文 见过太子殿下 刘江冷笑 又想搞什么鬼 卢营的脸上 浮出一抹略有点腼腆 全然一派斯文文婉的表情 他再次朝着刘江一依后 清晰地说道 以前是卢文唐突了 冒犯太子之处 还望见谅 说到这里 他便像跟木头一样 杵着 一动不动了 刘江眉头大醋 眼前的卢营 本来神采飞扬的脸上 一派消瘦 双眼不再顾盼 而是目不斜视 脸孔不再明亮 而是表情僵硬 他这般低着头 摆出一副质感 直视他脚尖的模样 是什么意思 还有 不过是学了二十天礼仪 怎么就憔悴成这个样子了 刘江转身在榻上坐好 坐好半天 见到卢营还傻站着 他没好气地说道 站着干什么 不会坐下 卢营连忙一依 严肃地说道 卢文谨遵殿下旨意 说吧 他规矩地退后三步 规矩地转身甩袖 规矩地走到榻上坐下 坐下后 他腰背挺直 态度依然是一丝不苟 整个人标准得如同一根木头 看着一脸沉静地 仿佛永远水波不星的卢营 刘江冷笑道 怎么 现在又在我面前 装起贤粮臣子了 卢营抬头 他看着她的鼻子以下 缓缓回道 殿下有所不知 闻着二十来日苦读女学 生活以前莽撞 屡屡冲撞殿下而不知高低 今有云 雨当不得高升 笑当不得露齿 以往卢文行事说话 大有不当 竟是以一种说教的严肃姿态 把以前的自己 完全否定的架势 刘江盯着他 他盯了半少 突然重重一哼 手一挥 退下退下 是 卢营站起 朝着刘江非常标准地 行了一个一礼后 这才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履 缓缓退出了大殿 直到卢营离开 他的脸上就没有浮现过 半个以前的那种 轻松放肆 神采飞扬的笑 也没有朝他抛上 半个 寒情寒陈寒怒的眼神 他原本 这次还会受到他一通埋怨 他还会向自己大肃苦楚的 连怎么对付他的说辞 他都想好了 他却给他摆出这么一个架势 不说书房中突然不满的刘江 卢营上得马车后 闭目养神一会儿 慢慢说道 以后 每日此时 都向殿下前来报备 他严肃地说道 卢文现在 虽然不在殿下面前任职 却也是殿下之臣 该有的礼数 一律不可费 接下来 卢营还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每天准时来见过刘江一次 而见到刘江后 他一直不苟言笑 在他出言戏谑时 还板着脸严肃地指责他不和礼数 他不说话 便一直束手而立 一动不动地仿佛一个隐形人 让他坐下 他便笔直端正地坐在那里 目不斜视 雨不乱发的 如此这般五天后 刘江实在是有点恼火了 他想挥退他 令他以后不用再来 可庄又是舍不得他不来 这一天 郭允大步走入书房 远远看到站在书房中 沉着脸一言不发的刘江 他哈哈笑的 听说 卢文娜斯现在性子完全变了 主公 我就说那法子好吧 刘江挥了挥手 头痛地说道 以后还是不用这招了 为什么 郭允差点跳了起来 主公 这可是目前找到的 唯一能制服卢文的招 不用这招 难道由着他继续在你上面 上窜下跳的 刘江确实想到 我现在倒宁愿他在我面前 上窜下跳 省得上朝 看了朝臣是这样 入宫看到皇后仲妃是这样 回东宫看到陈叔是这样 盼来了他的阿营 还是这样 闷了一会儿 他命令他 来人 一个护卫走了进来 刘江看向他 命令他 去刘府一趟 告诉卢文 这次姑府软了 以后 他还是恢复原样吧 那护卫确实不动 他拱手禀道 陈昨日见过卢文时 卢文说 他直到今时 方之君臣之间 夫妻之间 要怎么办相处才是正道 他禁读诗书 对举案其眉四字 深以为然 不过 他半个月后有事要吗 到的那时 就不会如现在这般日日禁见了 听到这里 刘江马上冷笑起来 他是说 姑害得他被关了二十日 学了二十日的规矩礼仪 所以 他这般天天跑到姑这里 装木头的日子 也要挫满二十日 话音没落 他自己已经抹起牙来了 周末夜